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喻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看一块火车吗 是的 谢谢你了 我看到信号灯了 那个 在表格上面 太棒了 孩子们在信号灯的选项上打了一个钩 信号灯让火车停下来 这样能让其他更重要的人通过 那是鸭太太和她的朋友们 哦 我们还差一个隧道没有钩呢 天哪 怎么那么黑 我们现在在隧道里了 隧道是最后一个需要找的东西 太棒了 终点站到了 全部下车了 现在大家都下车吧 但是林阳夫人 我要怎么回家呢 佩琪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起点了 火车已经走了一个大圈 请把票拿出来 佩德罗又把他的票弄丢了 佩德罗 能把帽子还给我了吗 佩德罗的票在这儿呢 哦 原来我把它放在这儿 因为我有一个大雪产啊 雪产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哦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得愉快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 海水看起来很冷 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 你还是可以游泳的 海水还没有结成冰呢 来吧 姑娘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呃 我不能游泳 因为我的脚踝扭到了 我好像突然有点咳嗽了 那么猪妈妈来吧 海水很舒服的 你真的确定它很舒服吗 那当然了 今天的海水实在是棒极了 那么好吧 猪妈妈要去游泳了 海水冷不冷 妈妈 是有那么一点冷 刚下水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冷 你要不停地动 动一动就暖和了 好吧 那我就动一动 猪妈妈马上从水里跑上了岸 我们帮你擦干吧 佩奇 乔治 还有猪爸爸 用毛巾帮猪妈妈擦拭 终点站 请下车 那是戴芬坐的火车 戴芬 你好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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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猪猪先生 我的天哪 这个大箱子是戴芬的吗 是的 戴芬为了这次的出行 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我走了 戴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 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 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 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 分别试制什么呢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 妈妈 妈妈 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琪 佩琪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琪床上的两端 好了 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带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多喝美比亚 多喝美比亚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戳戳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戳戳加油 沛琪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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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像这样 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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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佩奇喜欢野餐,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每当我们野餐时,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你好鸭太太,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有很多面包 鸭子们吃撑了 我的天哪 回家咯,上车吧 是时候该回家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我们可不可以唱乒乓歌呢 拜托,鸭子们唱乒乓歌呗 好吧 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请举手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请你们把手都举好了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突然路上出现了一滩泥 这会让我们都陷进泥里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 这只是一滩泥而已 来吧 哥特鲁德,你可以过去的 来吧 巴士 你也可以的 巴士陷进泥里去了 哦,真倒霉 你好啊 兔小姐 你今天怎么样 我陷进泥里去了 你能救我出来吗 没问题 你的卡车马力够大吗 相信我吧 成功了吗 没有 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 但还是谢谢你了 我有个办法了 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 呃,是个好主意,兔小姐 猪爷爷的小火车 要把兔小姐的巴士从泥里拉出来 玛丽全开 加油,哥特鲁德 加油,哥特鲁德 太棒了 哈哈哈哈,干得好 这太厉害了 玩具车竟然这么厉害 玩具 哥特鲁德才不是一个玩具呢 哥特鲁德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火车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爸爸 那我们走吧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佩琪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好了 今天回收这些就够了 是啊 我们回家吧 哈哈 我们的车子去哪儿了 佩琪家的车子不见了 好退 兔小姐回收了佩琪家的车子 等等 那是我们的车子 什么 是真的吗 是的 我们的车既不旧 也没有双锈 我真是的 我太喜欢回收了 是啊 我们也是 但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小车 是的 我们的小车也喜欢我们 是不是啊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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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 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 哈哈哈哈 嗯 恐龙 哈哈哈哈 很高兴见到你 恐龙先生 医生 那不是真的恐龙 那是塑料做的 哈哈哈哈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 乔治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 乔治 张开嘴 像这样 啊 呵呵 啊 对 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 你有很健康 洁白的牙齿 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 大象医生 啊 是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乔治 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 乔治 别忘了喝漱口水啊 哦 等等 这是什么 怎么了 大象医生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 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哦 不 大象医生 对恐龙先生的牙齿很脏 感到不高兴了 哈哈哈哈 我没有佩奇 让牙齿洁白干净是我的工作 请准备洗牙机 牙医用水来清洗恐龙先生的牙齿 请准备抛光机 兔小姐 可能会有点炒 大象医生 大象医生为恐龙先生的牙齿抛光 粉色粉色 好吧 乔治 你来给恐龙先生倒上些漱口水吧 哇 恐龙先生 你的牙齿好闪亮啊 恐龙 好可怕呀 对了洋葱 我现在想起来了 在这儿呢 做得好 一 二 三 四 洋葱来了 非常好 清单上的东西几乎都有了 清单上还有一种东西 一颗植物 清单上有吗 哦 不对 乔治 清单上的最后一种是水果 哦 没关系 乔治 水果由你来选 嘿嘿嘿嘿 水果在哪里 在那边呢 嘿嘿 那边有苹果 橙子 香蕉 还有一只很大的西瓜 想吃什么水果 乔治 苹果吗 卖橙子 买香蕉 一只西瓜 这里是收银台 所有的食物都在这里付钱 有番茄 意大利面 洋葱 西瓜 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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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单上的吗 佩奇 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的 妈妈 乔治 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 哦 也不是我放的 是谁放的呢 呃 我觉得配布丁吃不错 是你煮爸爸 嘿嘿嘿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但他看上去真的很好吃 看上去确实不错 就假装 这也在清单上吧 巧克力蛋糕 好吧 你好 兔小姐 你好 猪妈妈 我想给佩奇买双新鞋子 红色的鞋子 我会给你找一双漂亮的新鞋子 我要红色的 谢谢 没问题 红色的 哇哦 红色的新鞋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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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乔治和猪爸爸下棋 哦 做得好乔治 爸爸 爸爸 哈哈哈哈 看看我的新鞋子 是红色的 看到了 是红色的 妈妈 喜欢我的新鞋子吗 是的 佩奇 你穿着鞋子很漂亮 乔治 喜欢我的新鞋子吗 大家都喜欢佩奇的新鞋子 我真的太喜欢我的新鞋子了 我永远都不想把它们脱下来 洗澡时间到了 但佩奇不想脱下新鞋子 穿着它洗澡 佩奇换上了睡衣 但新鞋子还是没有脱下来 佩奇甚至还想穿着新鞋子睡觉 佩奇 你真的不把鞋子脱下来吗 我永远都不想把鞋子脱下来妈妈 那好吧 晚安 佩奇巧智 晚安了妈妈 晚安爸爸 晚安我的小家伙们 下了一整夜的雨 现在花园里很潮湿 猪妈妈穿着靴子 猪爸爸穿着靴子 乔治也穿着他的靴子 佩奇却还穿着他的新鞋子 乔治在潮湿的草丛里玩 你好猪妈妈 佩奇乔治 你好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猪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 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 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它就会掉到地上 哦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快一下 好主意 佩奇 出什么事了 你刚才又热又红的 猪爸爸 我们在你身上倒了水 哦 是这样 谢谢你 佩奇 瞧 你坑有水了 快点 乔治 我们快去穿靴子 佩奇和乔治 穿上他们的靴子 佩奇和乔治 喜欢大热天 他们最喜欢在水坑里 跳来跳去 在滑冰场里 大家都要穿滑冰鞋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 猪妈妈 我们想要几双滑冰鞋 谢谢 给你们 谢谢 祝你们玩得愉快 小羊苏西 小兔瑞贝卡 小狗丹尼 斑马苏仪 小猫坎迪 大象艾米丽和小马佩德罗都在 佩奇的朋友们都滑得非常好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奇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哦 天哪 好滑 好气的爸爸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脑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滑 推 滑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现在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干得好 佩奇 快看我 我在滑冰 佩奇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 我是很好的老师 你好 猪妈妈 你好 兔小姐 你需要多少张票 成人儿童各两张 恐龙 也给恐龙一张票 佩奇想看那间 放满了皇帝和皇后东西的房间 哇 恐龙 但乔治想去看真的恐龙 别担心 乔治 我们一会儿就去看恐龙 佩奇 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皇后拥有的 这是皇后的特别椅子 这个叫做宝座 真是漂亮啊 这条是皇后的裙子 这实在太漂亮了 佩奇你瞧 这是皇后的金色皇冠 哇 这东西好特别啊 妈妈 皇后的电视放在哪里啊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视机 竟然没有电视 但是他们应该有电脑吧 没有 他们那时也没有电脑 那他们整天干什么呢 妈妈 如果我是皇后 我想吃多少蛋糕就能吃多少 佩奇想象自己是皇后 真好吃呀 您还要来点什么 佩奇皇后 好的 再来点蛋糕吧 没问题 大家都来这里 来了 爸爸 爸爸 我是佩奇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啊 祝爸爸 给我四个冰淇淋 那么 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薄荷 橙子 草莓 还有蓝莓味 谢谢 好的 看看我买了什么来 吃冰淇淋 哦 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说得没错 我的是绿色 我的是橙色 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 还有乔治的是 蓝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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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呐 太阳出来了 看 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 是彩虹 佩奇和乔治喜欢彩虹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 并且还有太阳的时候 看到这种彩虹 哦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 没错 有红色 橙色 以及绿色 还有蓝色 那你们知道在彩虹的尾巴上 能看到什么吗 不知道 可以找到宝藏哦 哦 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 就现在 好的 彩虹的尾巴看起来 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 我们走吧 哇哦 哈哈哈哈哈哈啦 It's a rainy sunny day The rainbow's here to play Wainbow, rainbow Red and orange and yellow and green and purple and blue Wainbow, rainbow It's a rainy sunny day 我们到了 我们的彩虹去哪儿了 它跑到了下一个山坡去了 真是调皮的彩虹 快,我们去追它 Wainbow, rainbow It's a rainy sunny day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是来看月球展览的吗 是的,兔小姐 请给我们五张票 请拿好 好好享受你们的月球之旅 哦,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上吗 不是的,佩奇 这只不过是模拟的 来这边走 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兔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准备,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对不对 没错,佩奇 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关于太空的事情,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哦,说得好啊,埃德蒙 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 它们都是用纸板做的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冰块和气体构成的 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 不是的,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 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 所以要严肃,不要开玩笑哦 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 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对不对 是的,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 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 哇哦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 重力小了 哦,没错,埃德蒙 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 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所以你能跳得很高 他们会马上来,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行了 是谁啊,在按铃 可能是培德罗吧 你怎么了,培德罗 我们都非常的忙 我就是,感觉有点痒 就算你的腿非常的痒 我们也不能在你的腿康复之前 把你的石膏取下来啊 其实不是我的腿感觉有点痒,而是我的耳朵痒 这样好些了吗 是的,谢谢你 嘿嘿嘿 午餐时间到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培德罗 我想吃一大粒面,还有海绵布丁,谢谢 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 是的 嗯,看起来很美味啊 棕熊医生过来看看培德罗的情况 今天感觉怎么样,培德罗 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 就是这儿 嗯,我看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嘿嘿嘿 探病时间结束了 再见,培德罗 大家再见 你要快点好起来,培德罗 好的,林阳夫人 又到了上学的日子 佩琪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 林阳夫人 我的窗壳贴掉下来了 可以再给我贴一张吗 你已经不再需要窗壳贴了 佩琪 你的膝盖已经好了 哦,是的 嘿嘿嘿嘿 你们大家好啊 小马培德罗回来了 哦,你好培德罗 你的石膏到哪里去了呀 石膏拆掉了 因为我的腿已经靠覆了 那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呢 跟以前相比 我的腿更结实了 这是条超级结实的腿 那跑步没问题吗 你们看好了 嘿嘿嘿 哈哈哈哈 佩德罗喜欢快乐的跑来跑去 大家都喜欢快乐的跑来跑去 兔小姐会顺路送我们回家的 好的 爸爸爸爸 我们一会儿往上飞 一会儿往下 还绕着圈飞呢 哦哦,太遗憾了 我竟然都错过了 一会儿家里见 谁把这根管子放在这儿的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绕路走 嗯,这路上到处是泥 加油啊,开过去 猪爸爸我还要回家呢 猪爸爸被困住了 我可以叫狗爷爷 让他用拖车来救我 你好,这里是修车厂 我被困在泥里了 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一下 对不起,猪爸爸 我再搬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子 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路中间了 我帮你转给下一个负责救援的人吧 你好,这里是厢防队 我被卡在泥里了 你能来救我吗 对不起,猪爸爸 我现在正在救一只跑到树上的乌龟呢 不要动啊,小土豆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爬树 你可是一只乌龟啊 别担心,猪爸爸 我帮你转给我们负责最高救援级别的人 这是什么声音 飞起来了 兔小姐的直升机把猪爸爸给救了出来 太棒了 爸爸真是太幸运了 他最后还是坐上了直升机 我们要给他演示一下直升机能干什么吗 好的 他可以垂直升高 哇哦 他还可以垂直下降 哇哦 他还可以像这样翻跟头 哇哦 哇哦 每个人都喜欢坐兔小姐的直升机飞上飞下 转着圈飞 欢迎乘坐热气球 请问一共有几位乘客 有四位 还有泰迪 和恐龙 哦 加上泰迪和恐龙的话 一共是六位 请上来吧 快点,猪爸爸 快上来 快点,爸爸 我们要出发了 热气球升空 现在全速前进 兔小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以前肯定做过水手,对吧 我没做过 这也是我第一次驾驶热气球 哦 抓紧了 兔小姐加热热气球里的空气 这样就能飞起来了 再见 再见 有人能来帮忙看看地图吗 我来 你确定吗,猪爸爸 看地图 我可是很在行的 哦 这张地图好像有点难懂啊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天空又出现了 太棒了 不要担心 啊 我的泰迪掉下去了 别担心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泰迪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泰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泰迪 它在那里呢 泰迪它在一棵树上 小姐把佩奇的朋友们画成了老虎 画好了苏西 看你现在像只老虎 谢谢你兔小姐 哇 我喜欢你的脸苏西 你画的是小猫吗 不 我是老虎 佩奇 你想在脸上画画吗 我想 谢谢 我要画成大象形吗 哦天呐 我不知道怎么画大象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奇 现在你是老虎了 嘿嘿嘿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嘿嘿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 老虎喜欢把他们自己舔干净 但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他们会这样 孩子们好啊 哦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他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嘿嘿嘿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够 你好 林阳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小兔瑞贝卡 带着他的弟弟理查德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们好啊 我能上来跟你们一起玩吗 来吧瑞贝卡 请推的很快很快很快吧 小兔理查德也想玩旋转圆盘 如果理查德上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法转得那么快了 理查德可以跟乔治玩 理查德 你想和乔治一起玩吗 不要 乔治有一只恐龙 就和你的一样 我们去看看吧 理查德和乔治的年纪一样 理查德想看看乔治的恐龙 恐龙 乔治 乔治 理查德能和你一起玩你的恐龙吗 不能 理查德 乔治能和你一起玩你的恐龙吗 不能 乔治和理查德都不想分享自己的恐龙 乔治 如果和别人分享 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 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杀宝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杀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杀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杀宝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都来了 爸爸妈妈 我们做了一颗时间胶囊 啊 猪爸爸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 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奇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 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 营养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 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 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哈哈 我找到了点东西 是我们埋的时间胶囊 好了 我等不及要打开它了 孩子们往后站一点 是的 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一本旧的漫画书 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书 锡纸的玩具 我最喜欢的玩具 一张唱片 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还有一根很老很老的胡萝卜 这是我的 你选的东西很不错 哦 还有一盘录像带 这是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录的视频 哦 戴眼镜的那个小猪是谁啊 来吧 你会知道的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哦 恐龙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哎呀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你要害怕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得真是太准了 佩奇 生日万能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佩奇 我想呀 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哦 那是什么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 乔治喜欢这个冲气恐龙 大家都喜欢这个冲气恐龙 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呀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哦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预备 开始 加油加油 快呀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爸爸妈妈加油 爸爸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佩奇 不用讲话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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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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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胜的是小夏艾米丽 好 爸爸 我一个奖都没拿到 别担心 佩奇 比赛还没结束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 拔河 男女大对抗 听到我说开始以后 你们就使劲拉绳子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努力 拉 女生加油 我再拉呀 所有人都努力在拉 结果 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 我很喜欢学校的运动会 特别是当我也得了奖的时候 这是小兔瑞贝卡和他的弟弟小兔理查德 你好 瑞贝卡 你们好啊 理查德抓住这块浮板 然后练习用脚踢水 乔治 来试试用脚踢水吧 很好 但水花太大了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水花 我们摇摇摇得特别好 但乔治和李查德大一些 他们也会像我们摇得这么好 对不对啊 瑞贝卡 没错 理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理查德 哦 天呐 理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理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嗯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嗯 好哎 拿好了 咖哗哗哗哗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哈 哦 哈哈哈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咖哗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哦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主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主爸爸 啊 我找到我们的小山坡了 我们很快就会到家了 太老了 我们的房子应该就是在这边 猪爸爸找到了一架梯子 真是奇怪了 我们家的花园里没有梯子 哦 我的天哪 你能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是的 可以的 嘿嘿嘿嘿 爸爸 那我们在哪儿啊 你们自己来看看 哦 好的 哇哦 我又能看见所有东西了 大雾渐渐散起来 我们到游乐场了 好耶 我们到游乐场了 我们到游乐场了 我们还真是幸运 但我记得我们是要回家的 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还是迷路了对不对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 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琪 还有小兔乔治 佩琪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呀 真是美味呀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你们两个做得很不错 该吃午餐啦 孩子们 兔妈妈和兔爸爸准备好了午餐 瑞贝卡 刚才在教我们怎么做一只兔子 那你们午餐多吃点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胡萝卜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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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乔治他不想吃这个胡萝卜 哦 天呐 乔治 我以为你也是兔子啦 兔子最喜欢吃胡萝卜 哇哦 乔治愿愿吃胡萝卜了 还有这个 我们最喜欢的蛋糕 胡萝卜蛋糕 太好了 嗯 胡萝卜蛋糕 嘿嘿 乔治现在是真正的小兔子啦 来吧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事的 妈妈 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得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啦 小爷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事的 哦 天呐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哦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坐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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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不行 你待在这里好好休养一下 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呢 我可以去帮你做你的工作 你要先去做哪个 我得先去超市 好的 瑞贝卡 请照顾好你的阿姨 好的 妈妈 兔妈妈首先来到了超市 谢天谢地 你终于来了 兔小姐 兔小姐她病了 今天我来代替她收银 所以你不是兔小姐吗 不是啊 我是她姐姐 我是兔妈妈 是坐在这里的吗 呃 是的 你以前有没有在收银坛收过钱呢 没有 这个多少钱 哦 我不知道 我有一张优惠券 这儿能用图书底用券吗 我可以刷卡付钱吗 呃 小杨苏西穿上了她的护士制服 不要担心 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 请把舌头伸出来 然后说 啊 啊 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 请问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兔妈妈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是的 好的 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 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 我都要做多棒球了 呃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爸爸 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 哦 佩琪 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 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 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今天需要你来替她卖冰淇淋了 我可是很擅长卖冰淇淋的 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 啊 这个是草莓 这个是香草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香蕉 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 啊 草莓在这儿 哦 怎么都化了呢 要不然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啊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啊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 当然可以 好 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管理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借书借了很长时间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哪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 哦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哎呀 她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她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哦 她和恐龙一起野餐 哦 她和恐龙一起野餐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这本书 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烧烤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点 相信我们猪妈妈 我们这些爸爸都知道怎么烧烤的 再见 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点碳 需要再来一点风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萤火物 好了 我们只能等等看有没有火情 那么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呃 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哦 我就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你一共灭了多少次火呢 兔小姐 呃 没有 从来没有着过火 但我们要随时准备着 消防电话又响了 哦 你可以来接 佩琪 说不定又是你爸爸 好的 你好 这里是消防站 你好 佩琪 哦 爸爸 真的是你啊 你实在是太淘气了 这可是消防专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你能让兔小姐接电话吗 你是个好孩子 爸爸说让你来接电话 你好啊 猪爸爸 这个电话是消防专用的 这能是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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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糟糕 猪爸爸的烧烤炉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 妈妈们要出头灭火了 呜 哇哦 抓紧了 救火了 救火了 冰档 冰档 兔小姐的消防车来了 太好了 快往后退 爸爸们